大家好 歡迎大家聽這一節的政論 星期五正式會聽袁榮光這首歌 被禁制了 我們一個說法就是你禁得這首又禁得另一首 將來自由花都禁了它 所有不高興的 有很多複雜的法律問題 問題就是看官員 因為官員覺得是就是了 禁制令這件事 本來就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 法庭決定了一件事你要聽 你不聽就不對了 現在多少在近代的發展濫用了 拿來禁制政府不喜歡的東西 發揚光大 現在就律政司用來禁制這些 就是說國安問題的東西 莫名其妙的 不喜歡這首歌而已 起恩大家都知道 這首歌 喜歡不喜歡都播了很多年了 四年了 頭尾 就是無數版本 那你如果真的不喜歡這首歌 你就要在YouTube 私人地方公眾演奏 全部都不給播了 那這個非常之嚴重影響思想自由 你根本就不應該提出這些這樣的申請 變成了你是很極權社會 一不喜歡這件事就說有國安問題了 最近才有一個知名的評論家 國內被認為是官方的評論家 這個靖海豪 講過 就是說過度解讀了 將國安問題 這件事算不算是呢? 有人將這個國安當搵食的伎倆 當做不到事 推卸不了 推卸責任 拿來這樣用 其實佔劍子很明顯 國安法 濫用國安法這些 李家超打下 當然林定國也是 如果跟靖海豪的評論 他說這個基本上是因為你做不到事 拿來作為辦事不力 推卸政策的擋箭牌 辦事不力的擋箭牌 那什麼事他做不到呢? 就是第一 搞不定那些 搞不定那些人侮辱國歌啦 特區政府始終沒有辦法 香港出外總是有人將這個榮光 這個不關香港政府的事 但是又有人要急於表現 問題是香港法輪裡面 整天欺負那些運動員 搞到那些運動員 個個變了政治家 要出外 要記住這些 要檢查那支音樂 那支手指 這樣做盡就算了 這些 但是依然阻礙不了 最大的不高興就是 YouTube 大家正在看的YouTube 就是說 他把牌坊排在前面 而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再三抗議都不理睬你了 現在就出了一個禁制令的申請 任何人 其中一個字眼很明顯可以針對那個網頁的提供者 不止是網頁提供者 那個伺服器 那個搜索引擎來的 YouTube 本身其實是一個搜索引擎 它放了一個伺服器那裡 那個YouTube 本身只是給你去找這個伺服器的一個網頁 只是一個牌位的問題 當然要別人不放你那件事 這個很干預別人 那個 別人是美國公司來的 我已經解釋過法律上 我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這個律政司 正如我講通緝犯那裡 如果你贏了那個官司 那你要通緝那個人 要抓他 麻煩你去美國的法院 這個禁制令如果有效 那你就要拿了這個禁制令之後 就要去加州法院 那我不知道林鄭國是不是準備這樣做 或者他的法律知識 研究到這樣 我啊 相當遙遠對我來說 我研究都未必研究得到 美國法律雖然都是 他們的法制 還有就是他們的哲學歷史 他們的法律觀 跟我們很不同了 可能現在越來越不同了 那人家就說 你國安 我們當閑樹 那你就叫我禁 因為你要拿去美國加州法院 它由它法院派一個禁制令 給Google才可以有用的嘛 Google才聽 因為Google不是你香港的公司 那你在香港 你發了一個禁制令給它 它採你都熟了 那你說你香港 禁了一個網 那你就試一下囉 有很多人說說不行啦 你一封網 封IP 一封IP 你可能封很多東西的啦 很多人都用不了那個網 那就不合得了 總之呢 整件事就很搞笑的 就是有人過度執法 過度解讀這個國安法呢 這個就已經被批評了 究竟這件事做不做到呢 做不到就有沒有人需要問責呢 搞出這麼大件事 是不是正如 正在喉港 基本上你搞不定 所以你搞不定這件事 拿來做一個推卸責任的藉口呢 其實整件事很簡單的 如果你說要解決它 你令到香港人主動不聽就行了 那它自然就不會至頂都沒有用了 自然就掉了下去了 問題是你越是大動作 香港人時常聽 見到就聽 所以就常常排位排在前面 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當然有人說叫你去 叫你香港政府去買廣告 等香港那隻中國的國歌 排在頭位 這樣 你要長年將中國的國歌推上頂 很多廣告的發言 一天半天還可以 好像人家很實際 做不到 那所以就這麼少事都做不到 做不到就做不到的了 那你如實和夏寶龍 習近平反映就可以了 或者叫中央想想辦法 不是 這些人就要表現了 現在看來就相當多麻煩了 這件事 首先後面這兩位最新的消息就是 陳家迅就不會繼續審 為什麼他不繼續審呢? 你說他copycat 抄襲 他抄襲就簡單了 把控辯雙方拿著人家的整隊東西 就這樣放在判詞裡 他就不捨了 他懶惰 不讓他有大的錯失 他那個判決可能是公正的 不過免得講理由 就拿了控方的理由 是不是? 一方的理由 就是原告的理由 在文字來說就不叫控方 叫原告 拿了原告的理由 王道益 沒落油 那件案件要審過了 就是認為他這樣就不妥了 他那件案不妥了 不等於這件案不妥了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換了這個陳建 陳建法官呢? 為什麼呢? 沒有的啊 陳建強 當然了 好像他又失去了一些權威了 那樣 他又是港版國安法官 陳建強是不是港版國安法官不知道呢? 但是他一做這件案就當作是這樣的了 那他不介意 他已經剩下了 算是有義氣了 事件總要解決的 不是搞到沒有律師 即是沒有法官去聽 又不會的 當然有的 是不是? 這麼多個法官做過國安法了 但是去聽這些叫做禁制令的呢 是要 somehow有個專長啦 那無論如何啦 現在有個官去做這件事了 很多事都是發生過的 大家記不記得呢? 記不記得他的控方找哪個大律師去? 不是自己人 即是不是在律政署裡面 竟然沒有律師? 林定哥為什麼不自己去呢? 又不去 那找了一個 介乎青年和中年之間的女律師 瘦瘦瘦瘦的 她好像不想被人拍到 接著問她是哪一個呢? 幾大都不說 結果被人認到 據說是叫做張禮欣 一個大律師 女大律師 那表現如何就不討論了 因為都不知道是不是她繼續 很應該在國安 即不是國安 就是在律政裡面找回自己的律師去做 那些這麼敏感的要外判 是不是在裡面全部沒有人肯做呢? 這些就是大問題了 那林定哥搞什麼呢? 那林定哥最近的搞作就沒什麼搞作 就是別人請她走去加拿大 她就不去加拿大國慶的走會 那一般認為她是想避開別人質問她審那八個 就是通緝令 通緝令 這些做法如何如何 未必關她的事 通緝令 鄧炳強的事 但是林定哥可能就要問她這些 為什麼要禁啊? 這樣好像違反人權 違反思想自由 好像是伸得太開我們手 最近因為揮揮揚揚 究竟你國安法是否一個合理的使用呢? 就不是民主派 或者我們那些所謂本土派 可能是民間社會 或者怎樣都好 那些被壓迫這些群體的關心的 我們當然說她過份了 現在就是建制裡面了 那你突然間見到建制派都有些人出來 哎呀 國安法不好的 叫王過正 是不是? 叫王過正 不懂得適可而止 破壞了香港的獨特性 很多人開始出來英武駱駛 這位靜海猴是什麼人 我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就認為是中方某些信息 這些信息之下 突然間都有一些好的信息 在這件案子來講 因為記業早前就曾經申請 將那個豁免了記者工作 竟然很順利的 很合作 林定國就同意了 所以這個禁制令裡面 就會加了一句記者報道 報道有人 播這個榮光的時候 那就是說 如果有人在抓榮光的小提琴 那麼 新聞去拍到 就不會告到聲明機構了 對不對? 又如果報道 介紹 文赫斯塔 有人在示威 跟著他們有人在播 那是榮光的 那背景裡面出現這個音樂 又如何呢? 豁免了 記者豁免了 新聞機構呢? 香港網友人洲 應該豁免的 是不是? 你是新聞工作來的 那我們的自媒體呢? 我評論呢? 應該性質相同喔 但是當然啦 那個字眼不知道啦 那個豁免字眼到時候要看清楚先啦 因為那個邏輯應該是相同的 是不是? 但是你問我 我不覺得我應該去問這些東西 這些 應份的東西 你竟然不去想清楚 是不是? 這樣就申請一個禁制令 而這件事不只是影響 我報道的 有人播 我才可以報道的 是不是? 有事件我才會討論的 是不是? 那當然 自媒體播不播那隻音樂出來作用 尤其是我們只是評論的角色的人 不是很重要的 都沒有需要播 是不是? 我都沒有播過 哈哈 沒播過 基本上 我都沒有播音樂的 是不是? 沒所謂的 但是呢 這隻歌不讓人播呢 就已經是怪異了 更怪異的呢 就是你要針對播那個平台嘛 主要講來講的是Google嘛 而Google在這次事件裡面呢 是沒有出庭的 就是沒有應訊的 也都沒有想過代表出去 是 講得明不理你 就是說你有任何決定 在他來說 他是沒有反應的 他不準備遵從你這個禁制令 那就藐視法庭了 我相信他真的很藐視你 你講的是Google 在加州的Google 當然在辦公室 有辦公室在那裡 那些可能是銷售人 在香港負責招生意 如果不是就 搬來離開 可能委託一些本地的代理 廣告公司代理商之類 做收廣告的工作 或者一家管理公司來收廣告 他自己就離開了 是不是? 他都免得跟你講那麼多 根本就不會理你 是不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還搞來幹什麼呢? 你是不是又把國安法當作一個邀功 表現出你們很關心香港 寧左勿右的一個表演場所 那你不斷炒作這些和國安 你說是和國安有關 那一般人根本就覺得 什麼國安有關的事? 唱了歌 是啊 你聽完的歌 你是不喜歡共產黨的 你不聽完的歌 你是不喜歡共產黨的 又憎恨多了一些 你一向都會憎恨他了 憎不憎也是這樣的 憎恨不是憎恨是這樣的 尤其我不拿槍上街 革命 你就不要理我那麼多 我不擲玻璃瓶就算了 做這些事情 全部有無數法例去針對 你現在是不是? 我聽一首歌你都多事幹 管道人民這些 這個我老實實 其實是違反人權 當然是應該抗拒 所有人都應該抗拒 那這件案 究竟你這個審 禁制令給不給呢? 那就要看有沒有人出來爭辯 但是又沒有 沒有香港人爭辯 你問我 我都覺得荒謬 所以我都不準備去爭辯 就是這些這麼簡單 這麼大道理的事情 你的特區政府 你這些律政司 我不如強力批評你 但是都有一些人是準備出來的 原來周幸彤申請了做答辯人 市民身份 他正在坐牢 照計他就 普通人就可以了 全港市民其實都是這樣的 要不需要你的官罵呢? 我相信如果你的官有些頭腦的 自己想清楚整件事 是不是? 這件事會不會引起國法官被制裁呢? 這個就是一個好的理由 其實沒有特別的理由 其實他適合做的 我這次不做copy cap就可以了 我這次不抗拆就可以了 是不是? 他以後不做官嗎? 不是的 他以後照做官 以後不做官 不是 如果他辭職當然好 他其實應該辭職的 算是醜聞 很難做下去做官 單單案的人都質疑你 當然了 你說沒有 另一單不是這樣的 知錯能改而已 但是問題是 這件案件 難道我懷疑他不能夠知錯能改嗎? 我相信他是堅決拒絕做的了 主要就是本來他都不會被人了出來的 這些工作上有問題 抄書的東西 私下訓誡一番這樣 關門解決 關門打仔就算了 為什麼公開給人知道呢? 你記得是什麼事呢? 是不是六四啊?哪一天呢? 是緊緊嗎?只是六四好像是吧? 那天接著就再排期七二一 六一二好像是吧? 那之後就七二一了 可能再延遲就八三一了 排這麼怪異的日期 但是當日你也看到他有很多聲音 跟那個多多問題 跟這個張禮欣對話一番 那星期五應該阿幸和可能出來參加討論 我們期待這些這麼精彩的司法 給我們看 那我就 作為讀法律的人我毫無意虛的 就是我覺得你本身 整班人都戴假髮都說一些阿媽是女人的事情 而可能得出的結果就是阿媽不是女人 就是你說這隻歌影響安全 國家安全 你說是呀 然後就禁了它 禁了它會影響人的自由思想自由 很明顯這個極不恰當 你說這隻歌有侮辱國家之嚴 有沒有呢?沒有啊 任何一些signal的東西 信息的東西 符號的東西 當你附了這個意義 它就有那個意義的了 那隻歌的歌詞 是不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沒有煽動叛亂 我們這隻歌曲 起來起來的那些 不願做萊特的人們 其實歌詞還有煽動意味很多 不過政治正確你就覺得對 說榮光只不過是歌頌香港 或者我們說香港加油這些口號 完全是思想自由的範圍 純粹是那些人無事生非 林定國那些人 搞出這樣的事 當然是很令人遺憾 但是我又覺得 香港崇拜這些司法的人員 法官這些可以這麼瘋的 法官、律政司 可以做事做到這樣的 對我們很失望的 有這樣的事 但是就是要 要鬥爭的 普通人要進行鬥爭 不要蒙一下蒙一下 接受 我們用不同的方法和他們鬥爭 抗爭之後 大家要有些常識 希望這些做法律的 做法律工作的人 希望這個官就走了 他為什麼不做呢? 解釋不了的 大家想想 可能是他怕被制裁 那這個是不是不怕呢? 那看你怎麼判 因為根據美國人權的法 你做任何事情 有權的人做任何事情 侵犯別人的 香港人的人權 那你就可能被制裁了 那是人家的法治 人家的法治 那還要看他的技術 他怎麼判 諸如此類 准不准备拿到美國 還有怎樣執行 後果如何 諸如此類 很複雜的 是不是? 就是 不要要這套法律制度 這套法律制度是這樣 有國際性 只是這件事 你看到是有國際性 是不是? 你拿到香港法庭 香港立了法 你為什麼不叫立法會立法? 立法叫限定Google交出來 那它不交給你 你贏了官司 大家有些常識 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贏了官司 司法互助國際性的 是有一個做法 現在是在做的 你記得有一個干國奧 是美國 美國政府要求香港的法庭 就是通過凍結一筆干國的資產 都是一筆民事債項的 所以打了一個官司 要釋法就行 這樣呢 它都是一個美國贏了 在其他地方贏了的一個官司 它要求香港的法院幫它執行 現在呢 你香港法院有了一個判決 你要去美國 叫美國加利科尼州 Google 那間公司註冊的地方 就是Google 就是Google YouTube 註冊的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的法庭 頒布幫你執行 就是它幫你執行頒布 那麼 暫時為什麼要問 林定閣啊 到時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你的官司贏了 還是你就這樣就去香港 封了香港的Google Office 你不用封了 人家走了 那又怎麼樣呢 那你做的那樣東西 是不是一個 我們的法律叫做MT Judgment 贏了就贏了官司 好像毫無意義一樣 這麼毫無意義的事情 你幾十萬的工資 還有沒有什麼 這些都是好笑的事情 好了 都講了很久了 我們看看星期五有什麼結果 多謝大家